这次我准备了一套旧装拌 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有一个包装 里面当然有标证 有证书等等 亦有一份Document 是给这一套旧装拌的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加入我Facebook的新群组 Ivan Sir Say Lo 我先讲一下这个包装 究竟是什么东东 2003年的时间 努力士为了宣传这一款新发布的标证 专专出了一本整个包装 给他们旗下的商业 里面是有什么呢? 首先有一封信 说它有这个新发布 里面包含了这个标基本的资料 这里看看这个包装里面 左手边有一些Document 简单说努力士这50年的发展 有它所有不同款式的潜水的简介 当然也有这个Kermit的照片 很清楚 让大家知道外形是怎样的 它也有一个CD 在这个包装里面 将这里的资料 在Disk里面再重演一次 右手边就有 这个50周年潜水的贴纸 最重要呢? 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一本 这本书就是简单说一说 这个50年内努力士潜水的发展历史 一打开你会看到有一个Timetable 1953年推出第一个潜水款式 6204随后1959年的时间 就推出互肩的潜水款式 都是没有日历的 去到60年代尾 开始推出有日历的潜水款式 1680 70年代尾 就推出第一代 南宝石玻璃的潜水 去到2003年 50周年 就推出Kermit这个六圈黑面 整个的布列 就包括了一些不同型号的发布 做一些的poster 一些的广告 非常之有特色 亦是给大家知道 基本这50年里面 潜水Summerina的发展 那布列以外 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个碗标 我都趁这个机会 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这一套的框面里面有些什么 首先打开这个盒 里面就会看到 原有的Oyster Booklet 2003年的 也有一本潜水的简介 这里的年份 写着2003年的 即是当时的Folder Folder里面就有出世纸 标的出世纸 的Sail Number 就是F0 当然最早我见的都是Y9 这个F0 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 打开看 是一个日本出世纸 日本的彩纸 亦有当时的 契纸 亦有一些 例如是翻译纸 很全套 基本上 它需要的 一些契纸 书籍都有 最重要的是 这个碗标 首先就是拿起 这个金边的 高薪的标盒 打开里面 看看 就是一个很新的 Kermit 的碗标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当时的 圈子的一个 膠的 cover 这个标 基本上就是F0 会见到 它会配上 原有的 Mk 1 的标面 Mk 1 标面 Mk 1 标面 我们这个 就叫Big Swiss Swiss made 那两个字是最长的 是刚才那么多的 潜水 即是六圈的碗标 基本上是 cover 了五个秒格 那么多 而这个圈片 它也是一个 叫做B1 叫做一旗的圈片 看到 就是平头四个圈 四字的 最后的 有少少的 serif 起勾 我这个标 为什么要介绍呢 因为 这个是我其中的收藏 基本上是 除了我所知 它拆过戴格之外 基本上是没有用过的 标是漂亮到全新的一样 那圈片也是没有任何的伤痕 这个现在来说 都是一个 越来越难找到的 一个半新旧的标款 这个圈片 在拍卖的 我所知 最贵 真的 All Stock 就有四十多万 大多数 你看到都是一个二手的状态 像这个这样 除了戴格拆过之外 是没有用过 是相对少见 看看它还有什么配件 打开盒里面 也有 当时的 红牌 一个天文台认证的红牌 1000尺的原装 这个标起 03-04年推出的时间 我见过卖过四万元左右 在2000年的时间 一些新装的 运动碗标 潜水都不是很贵 不是追得很紧要 譬如说普通黑棉 二手市场 两万多元都有 这个标 推出的时间 是一个新的刺激 我知道 它定价 或者当时 外面买的价钱 都是三万多四万元左右 但随着它在 一一年 一二年停产 停产之后 它推出的新款 由于它已经是一个 比较大的改变 就变成六圈六年 这个Hook 这个停产了的 旧的Cermit 我看到是慢慢温火地上升的 就不是很夸张 大概早 十年八年前 我见日本 由于它的停产 开始慢慢炒上来 我见到 它停产了之后 都明显是升了很多 甚至去到 早三几年前 我们见到拍卖 这个标已经是过了二十万 去到二十多万 我见到最后 去年年尾的拍卖 最高的 就是一个New Old Stock 卖到四十多万 以前来说 大家看到 都是黑圈 或者最多都是百时 即是红蓝 而当时来说 红蓝圈也未开始流行 所以在03年的时间 推出这个六圈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甚至它是要出一本 那Book Lack 就是专门给Diller 去介绍这个标 是希望Diller 去接受 就帮它宣传 帮它买的 我自己来说 真的不舍得带 因为都未用过状态 唯有保持着 自己欣赏